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针对案件的最新进展 特工队将确保程序按照既定的法律框架进行 保障我国人民的权益 武吉阿曼商业罪案调查局总监纳杜斯里南利 今早在吉隆坡警察训练中心出席活动后 被追问易马发展公司前法律顾问卢爱玄案件的进展时表示 警方虽然已经充公了他在美国 瑞士和新加坡的资产 但依然努力追回流失在海外 总值9320万令吉的易马公司资产 另外卷入易马发展公司五币案的美国投资银行与金融服务公司高盛集团 三年前和我国达致和解 以总额39亿美元的协议 换取我国政府同意撤销对他们的形势提供 但双方在这期间 针对和解协议内容的分歧不断加剧 高盛集团对于大马政府没有履行在2020年协议所许下的承诺 星期三正式入禀英国伦敦国际仲裁庭 以违反和解协议内容为理由起诉我国政府 易马公司特工队主席纳都斯里佐哈里·阿都盖尼今天发文告回应 他们对于高盛的行为感到相当惊讶 因为对于大马政府来说 双方目前正试图以友好的方式解决争议 为了不让民众混淆 佐哈里将这三年来的事件时间线一一罗列出来 他说高盛集团在9月支付了25亿美元的初始赔偿后 同时保证将会归还14亿美元的易马公司资产 高盛也承诺 如果我国政府没有在2022年8月收到至少5亿美元的资产和收益 他们将会支付2亿5000万美元的临时付款 一直到去年8月18号 大马政府都没有收到相关的款项 双方随即展开为期三个月的友好讨论 并决定给予高盛四次延期宽限 也就是在今年11月8号缴付临时款项 但期限还没到 对方却倒打一耙 试图转移人们的注意力 总检察署随后也出面否认高盛在诉讼中的所有指控 并抨击对方不时诬陷 马新社电视综合报道